聂怀桑看着蓝望鸡的动作眉头略微跳了跳 好像不太对劲 他看着蓝望鸡摸到明显脉搏后 略微放松下来可依旧紧张的样子眨了眨眼 那只手甚至不舍得从能感受到脉搏的地方拿走 斯 非常不对劲 他的手指微微扣紧了魏无线肩膀 哪里不对劲呢 聂怀桑一边脑内大作战 一边也没忘了给云梦僵尸上眼药 眼药的效果很好使 姜婉淫的处境更差了些 他那边喋喋不休 倒也没主要到蓝望鸡 其实蓝望鸡有想过 直接将魏无线从聂怀桑怀里抢过来的 但是魏英受伤了 不宜挪动 聂怀桑显然是知道不少事情的 而且从他这幅不紧不慢给云梦僵尸上眼药的样子 魏英受的伤显然不会很严重 但是魏英还是受伤了 就只能委屈他在聂怀桑怀里多躺一会了 贪婪的目光描绘着魏无线的五官 昨夜魏英睡在静时 也入了他的梦 梦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却令他格外心惊 那个梦是从战场开始的 尸横遍野的战场 血液浸湿了泥土 一具尸体叠着一具尸体 能看出五官长相的已然是极少数了 有些甚至不是全尸 这些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 山上躺着一个人 准确来说并不是躺着的 而是被一把剑刺穿了腹部 钉在了上面 待看清那人是谁时 那双琉璃铜皱缩 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虽然那人瘦得不成样子了 本就苍白的肤色已然是死白 甚至泛着清 睁大的双眼里 早已没了焦距与光芒 长发沾上血污与泥土打了结 黑色袍子上的滚边 已然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 但是按照蓝忘机对他的了解 应该是红色 最让他震惊的就是 那把刺穿魏无羡的剑 正是随便 魏无羡的配剑 随便 他不止一次看到这把剑 在那人的手里捂得熠熠生辉 他用的不是江家剑法 而是自己自创的 包括这把剑都不来自江家 而是他在外除碎和卖福禄法器攒下的银两 还有找到的好东西自己打的 随便 随心所欲 便宜行事 这把剑跟着他除磨尖鞋 红色的灵力 充盈健身之时 少年好似也被光裹鞋 光芒万丈 熠熠生辉 可是此时 这把剑刺穿了那人的腹部 仔细看去 还正是丹田的位置 丹田 修饰最重要的地方之一 里面存放的正是金丹 可是此时 魏无羡的丹田 却被他自己的剑筒穿 死不瞑目 魏无羡叹了口气 难得对着江婉淫 好声好气道 少宗主 我怎么对您了 江婉淫被问住了 他还是有点脑子在的 自己在心里发泄一通 倒也觉得 在这一堆人面前 讲出有些丢云梦江式的面子 虽然云梦江式的脸面 早已在这两天 被他丢光了 他咬了咬牙道 怎么对我的 你自己没点数吗 魏无羡摇了摇头 乌黑的眼眸里闪着红光 笑道 哈 是在下孤陋寡闻了 还是没什么自知之明 我还真不知道 我哪里对少宗主不好了 暗红色的细线 顺着江婉淫的脚腕爬了上去 钻进了他的心脏 他忽然颤抖一下 然后不受控制地 将自己心里的那些话都说了出来 魏无羡 他咬牙切齿道 凭什么 凭什么明明我才是江少宗主 凭什么明明我才是江家的主人 那群弟子家仆平民百姓 却完全不将我这个少宗主放在眼里 反而与你相谈甚欢 明明你才是寄人篱下的那个 却装模作样地博得了那群人的喜爱 凭什么我要遭遇这一切 他声嘶力竭 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 这里不是云梦 这里是姑苏 这是姑苏蓝氏的仙府 这里离姑苏蓝氏的祠堂更是不远 先前闹起来的时候 姑苏蓝氏门生直接去找蓝西辰蓝起人了 这江婉淫他们可管不了 他们可不想遭个无望之灾 而且江婉淫根本看不起他们 蓝二公子昨日都被他伤了 他们这些普通的门生弟子 还是别上去碰会气了 而我才是云梦江氏少宗主 却被所有人咽起 避之不及 凭什么阿爹阿娘都给了他活下去的机会 外面那群只会嚼舌根的垃圾 却说阿爹阿娘在虐待故人之子和大弟子 他还在那里喃喃自语 但大家都是修仙之人 耳聪目明 自是将他的话听了个清清楚楚 魏无羡的脸色明显变了 他有点想笑 真的 江婉淫是真的很好笑 他怎么好意思问出这般话的 他怎么好意思的 他算哪门子故人之子 又算哪门子大弟子 谁家清传大弟子没有拜师礼 谁家故人之子一直被主母羞辱 故人 他不是仇人之子 但是他依旧什么都没说 他倒要看看江婉淫 还能说些什么令他觉得可笑的话 蓝西辰刚带着蓝忘机换好药 就被门声叫了去 得知魏无羡被江婉淫寻了仇 还有那离谱的过程 以及在蓝氏祠堂不远处的闹剧 他二人还只是顾着不可及行的家规 略微走得快了些 那边蓝起人也收到了消息 也被叫过来了 而那边没人阻拦的江婉淫 还在发疯 他痛苦地抱住头 好像在哀嚎 又好像内告假案的凡俗恶民 他的声音很小 可魏无羡听了个清清楚楚 不只是魏无羡听了个清楚 在场众人皆因为这句话 而目瞪口呆 什么故人之子 一个家仆之子也配备称作故人 或者 那个故人指的是 让阿爹阿娘关系变差的贱人 此言一出 魏无羡直接扑上去 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江婉淫实在是太过了 因此没人拦着魏无羡 魏无羡还顾及着 这是蓝家祠堂不远处 打了一拳后 直接像拽死猪一样 把他拖到离蓝家祠堂远远的地方 也不要让这丝污了蓝家仙祖们的清静 江婉淫 魏无羡那拳位置落得极好 直接让江城头晕目眩 无法做出反应 他恶狠狠地拽着江婉淫的衣领 一只脚踩在他的肚子上 狠狠地把他往上一提 江婉淫发出了惨烈的叫声 魏无羡露出了一个笑容 一个猙獰的笑容 挑起的嘴角里含着讽刺 悲痛 仇恨 还有快意 他诞生道 江婉淫 你怎么敢的呀 江婉淫这才反应过来 他吐出一口血沫 满嘴白牙都染上了红色 像是十八层地狱爬上来的罗刹 他道 我怎么不敢 难道我说错了 你那个贱人娘 啊 还未等江婉淫说完 魏无羡又是狠狠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他直接掐住了江婉淫的脖子 继续道 你再说一遍 平静的声音完全看不出他的愤怒 可是颤抖的手臂 还有被掐得无法呼吸的江婉淫 都在替他讲述他的怒火 或许是意识到 这样江婉淫完全说不出话 他轻轻松了点力 这却让江婉淫直接翻身 把他摁在地上 如果说魏无羡只是掐得江婉淫无法出声 那江婉淫就是想把魏无羡直接掐死 他两只手都狠狠地扼住魏无羡的脖子 手背青筋抱起 手指用力到泛着白盒子 魏无羡也不挣扎 就任他掐 江婉淫鼻腔里的血液 落到魏无羡边上的草地上 有几滴还落到了他的衣服上 一片污秽 那边的学子们和兰家看守祠堂的门生们 愣了一会又匆匆赶来 生怕他们打起来给一个打死了 结果刚来就看到魏无羡 要被江婉淫掐死的场景 江婉淫像个疯子一样 劈头散发地跪坐在魏无羡的腹部 乱糟糟的头发下 是那张猙獰扭曲的脸 从鼻腔口腔里流出的血液 爬在他的下半张脸 还有脖子上 聂怀桑下地大叫一声 那个上好的扇子被他扔到了地上 他往前冲了两步 却又不敢向前了 他颤抖的声音还含着哭腔 大声喊道 魏兄要被江婉淫掐死了 快救命啊 然后又闭上眼睛 鼓足了力气向前冲去 撞在江婉淫身上 旁的学子被他这么一喊 也反应过来 赶紧上前去拉江婉淫 抢救已经昏迷了的魏无羡 聂怀桑的声音的确够大 不远处的蓝忘机 听到他喊的这句话 也顾不上什么家规了 直接奔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蓝西辰见弟弟那副急切道 甚至有些疯狂的背影 也赶忙跟了上去 蓝起人也一样 他来的路径 要比蓝忘机他们的路短得多 聂怀桑喊的时候 他已经要到了 听到这话 直接快步上前 江婉淫被一群学子摁在地上 几个力气大的蓝家人 摁住了他的四肢 可他还在不停地挣扎辱骂 聂怀桑和欧阳家的小子 在那边抢救魏无羡 聂怀桑哭得有些狼狈 见蓝起人到了 赶忙道 先生 快救救魏兄吧 蓝起人先是上前摸了摸魏无羡的脉搏 又给他塞了个丹药到嘴里 保住了命 就可以开始追究了 请不吝点赞并且追究了